黄一南走在路中央按了声喇叭示警 想不到他一秒步走 吃雨伞攻击敲车 民众惊吓报案 警方巡线把人逮到 想不到才隔几天 他又固态复萌 可以按一下吗 不要开窗户 不行你一定要报警 你一定要报警 不满被拔暴怒踹车 打断后照镜 恐怖事件接连盛演 就发生在新北三峡民生街上 附近住宅区居民众多 不少人都知道 这后人物人心惶惶 踹踹车这样 河边也有警察在巡逻 本局逐一把韩宋就办坏 并致欢难的住处约自其行为 十九岁黄姓男子 平时跟阿公同住 没念书也没上班 要不到钱就控制不了情绪 被拔怒攻击 绿绿痴胜刑则 也让无辜居民活在恐惧 记者叶维林 红玉兰姓媒之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